大家好,我是磁田靈人,這是磁田的實況魔女之家 現在是半夜,整個玩恐怖遊戲的好時間 這遊戲呢,是說是最近一個,就是在巴哈板上包容的精神獵奇的恐怖遊戲 說是整個溫充度比IP還要高,而且也說是非常值得玩一次的遊戲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現在就來體驗一下這個,說是真的很恐怖的遊戲吧 開始囉 這畫風,哇這畫風還蠻nice 欸,我是個小女孩 OK動 欸,我壓住Z可以跑步 我跑超快,我跑,是個跑超級快的小女孩 這是貓欸 庫維爾的大樹 奧維拉 Z 10,我只有10滴血而已 1 node 3 3 4 12 7 8 9 9 我剪了一把生鏽的刀,欸還在亮 道具並不會自動使用 啊,這樣子好麻煩的樣子喔 請按目標物和對象接觸之後 打開物品來再使用道具吧 另外也有帶著就有效果的道具 請參考道具的使用說明 謝謝,我知道了 我被巨大的玫瑰花 巨大害人的牆威堵住了道路 我割不動 好不 貓不見了 沒辦法了 看來就是要把這割掉了吧 欸,刀斷了,我沒有武器了 沒有關係 貓貓欸,剛剛沒跟你說到話 咧,怎麼啦,喵 嗯,有花擋住了出口,出不去啦 有門打開咧 要進去看看嗎,喵 反正你現在哪裡也去不了了 臭貓,我覺得你在陰我耶 不太想進去 啊啊,為什麼把我吸進去了 他走到那一格就被吸進去了 好可怕 唉,好暗喔 啊 啊 啊 欸 欸 欸衝上回這樣就死了 欸 欸 我馬上就被陰了一次 真是太大意了 根據剪刀點 欸可以走斜的 飄移 嗯 是這個 莫名其妙就被牆壁夾死了欸 為什麼那牆壁會夾人 我踩到什麼了嗎 臭貓 我來了 很難衝喔 好喔 我們也進去吧 聽手喔 地上有沒有紅紅的 到我的房間裡來吧 到我的房間裡來吧 欸 門呢 你貓你怎麼又來了 啊 你感覺很有趣的跟過來了沒有 話說鬼欸 你剛從哪裡冒出來的啊 沒有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欸 打不開 喔唷 一把剪刀 鎖住了拿不出來 欸 熊熊 籃子裡有一隻大泰迪熊 裡面有一些空氣 把熊放到籃子裡 哪裡有那個 有一座大星掛鐘 掛鐘精準的刻著每一刻的鳥鐘 一秒鐘 房子恢復原樣才能打開 魔女日記 因為我生病了 誰都不和我一起玩了 連爸爸媽媽也不再愛我了 喔 泰迪熊 拿泰迪熊 喔 一隻大熊玩喔 放進籃子裡 手腳有些礙事放不進籃子 那怎麼辦 喔 那我大概知道了啦 看這邊有放剪刀對不對 這是個很簡單的謎題 一定就是要把熊熊的手手腳腳剪斷啦 不然就是怕頭剪掉 學解釋殺法 哎呦 剪完之後上面都是血跡耶 剪完之後上面都是血跡耶 呃 Fuck 別嚇我呢 哇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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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喔喔喔喔喔 寒暖不要這樣好嗎 爹怡放進 爹怡開鎖了 咦剛剛那個泰迪熊好像跟著我 我去看我了 WOOOOOO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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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板怎麼很像minecraft的黑曜石 黑曜石地板 頭骨耶 鼻子湯 看起來喝了就沒好事 試毒 要我喝的意思嗎 不要 人家試毒不是拿銀針插進去之類的嗎 廚師很忙去幫他很忙吧 哎呦幹嘛 為什麼會從頭被出來 我把蟑螂踩死了 神踩蟑螂 踩蟑螂 我超猛 超會踩蟑螂 餐桌 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身為統治階級暗富裕階層的人們喜歡用銀製的餐具 這些餐具修整過珍貴的銀製餐具 以及雇用下人來向世間展示自己的經濟實力 另外銀製餐具獄毒會產生顏色上的變化 有著防止被毒殺的作用 大化 哎呀 忙死了忙死了 好啊 幫你啊 啊 謝謝了 呃 他抓我手 幹嘛 呃 FCK 正好有點人手不足 呃呵呵呵呵呵 這請喝酒 好啦 BYE 好,那這就不用提示了,一定就是要把泰迪熊手給他 已經是這樣子吧 來啦,跟你泰迪熊手啦,熊手不足,熊手不足 來,跟你熊手 贏鑰匙,好棒喔,那我可以走雷耶 我先踩蟑螂,漂亮 很好,神踩蟑螂 能不能拿鑰匙來嗜毒呢? 噹 放進去 變黑了,有毒 幸好我沒喝 打開門了耶 先傳檔 那個桌子剛剛一定是想贏我 欸 神踩蟑螂 人打開了 有個人耶 有什麼東西飛過去 我覺得那個騎士人箱看起來一副就是會動起來的樣子 臭貓 都可以推耶 蜘蛛 蜘蛛視力不佳 連顏色都分不清楚吧 什麼蜘蛛 喔,我看到了一個很大的蜘蛛喔 所以說這間房間裡有大蜘蛛喔 欸,拿著 蝴蝶 打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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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AAA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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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因為我搶了蜘蛛的食物吧 大概是因為我搶了蜘蛛的食物吧 不管他應該就可以出去了 呃,太棒了 可以出去了 他會不會拿槍督我 魔女之家衣豬 魔女房間的門是沒有辦法用鑰匙打開的 真正的鑰匙令有他母 魔女的房子會因為魔女的力量而改變模樣 笑話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有錢人 推車運送了大堆寶物 呵呵好好笑喔 車在森林裡突然壞掉了 這個時候有一個獵人跟一條狗剛好經過這裡 呵呵有個有錢人 他拜託獵人 幫忙看管家推車 獵人就答應了 有錢人就去找踢帶來推車了 這段期間獵人就看守了寶物 到了晚上 獵人開始擔心起在家裡的老母親 於是就讓狗看著寶物 自己先回家去照顧母親了 有錢人回來之後看到狗一直看著推車 就讓狗叼著一枚銀幣 作為狗對主人的獎勵 狗跑回家把銀幣交給了主人 你看到這屏幕的獵人非常生氣 我讓你開手推車 你居然把偷了和銀幣回來 獵人就把狗殺了 壞壞 咦?什麼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XXX先生的宅底完全被燒毀了 在火災現場發現 他們和他妻子小姐的屍體 衣體上面有刀傷 似乎是誰將兩個人殺了 都在放棄 此外 當時 XX先生的獨生女 艾玲 當時其水下落不明 喔 剛剛我背後突然出現一個人 這裡有個看不見的人 大話 安安 書本的整理真是不順利啊 沒有可以用來捆綁的東西嗎 好死不死我這裡正好有一條繩子 給你啊 謝謝 這給你 得到了毒了就會死的輸 毒了就會死的輸耶 喔喔喔喔喔 騎士走了耶 他會不會等一下衝回來督我 我一直好怕他會贏我 毒了就會死的輸 毒了真的會死嗎 我好像看到我把我的臉抓掉了 真是死雷耶 對不起 我 我 我學不乖 這間房間是什麼 昆蟲的屍體 蝴蝶模型 蝴蝶模型 缺了一本書 我按錯了 按錯了 按錯了 應該把樹塞進去啦 我按錯了 按錯了 然後蹦 呵呵我不怕 大概吧 耶 哪把 我按錯了 按錯了 總是有東西要陰我 神迴避 神迴避 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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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蝴蝶偷都換過 蜘蛛看不出來吧 地板裂開了 某處傳來開鎖的聲音 這什麼啊 是布袋嗎 等一下 Fuck 飛刀 是小禮 小禮飛刀 小禮 小禮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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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他媽的飛刀 我會只剩灰筆飛刀 無法 WAT 小禮飛刀 其實我自己 shouted 小禮飛by personagem 雖然就是傷害病 positive 啊,不行 這槍 洞察先機 我猜到什麼了 一個麻袋 通坡洞可以看到裡面 哎呦,是貓屍體 好噁心喔 是你的屍體嗎? 我知道,你剛剛也接掛了很多次才來這裡對不對? 青蛙 青蛙 什麼東西,青蛙跟了過來 喜歡青蛙嗎? 喜歡喔 一座小小的橋,那就一定是要那個了嗎? 一定是要讓青蛙過去吧 一定是要讓青蛙過去吧 絕對是 這是個很簡單的 這是個很簡單的 青蛙還會開鎖,好厲害 謝謝你,小青蛙 謝謝你,小青蛙 I love you 我還以為他要來殺我 每次總是有人要來陰我 真是討厭 門打開了 打不開 讓兩邊對稱 讓兩邊對稱 什麼意思 讓兩邊的房間 擺飾對稱嗎 應該是這樣子吧 六朵薔薇 六朵薔薇 欸 有人來這個不能推啊 那這樣子就要繞好大一圈 好麻煩 可是我沒有看到那個啊 這是什麼蛋糕嗎 好像沒有看到蛋糕 五朵薔薇 那我把薔薇放進去 然後中間的椅子 要放青蛙 哦 原來按排列就可以 哦 不行,所以只能排這邊的 這樣子就對稱 哦 可以,漂亮 就這樣 那還缺了什麼 就蛋糕吧 哦 蛋糕 蛋糕,那這樣子還缺了什麼 熊熊 熊熊 這邊有六隻 這邊有六隻 六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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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盤子 兩個杯子 一個茶壺 這裡也一樣 對面兩個女人 一隻青蛙 整個 好像都對了 那有什麼東西一樣 喔 這樣子就對稱了 原來可以死 九波小青蛙 九波小青蛙 我很怕會不會突然有什麼突然出來抓我之類的 想通過下一扇門之前 到下一扇門之前都不可以動張希望 都不可以動張希望 所以不能動張希望是這個意思嗎 都是幻影 全是假的 那邊有一隻貓耶 那傢伙肚子非常餓 哇 那是什麼 那是異形嗎 那是什麼 那是異形嗎 在這裡轉頭會怎麼樣 喔 慘 這是哪裡啊 嗯 哇 所以說人就是這樣 明明知道會死 還是要去死一下 真是 我 我也 我也蠻N的嘛 真是 可惡 大爸和媽媽從來都不愛我 所以都 擦掉了 以後變一直都在這個房子裡 什麼東西 這邊 超過 我 有些人 每天都在這兒 都在這兒 我都在這兒 都在這兒 這兒 都沒有 都在這兒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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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不會有些人 OK吧 呵呵 那這樣青蛙不就死定了嗎 我們要對不起小青蛙 不好意思 小青蛙只能請你去死了 我要意圖我當初 剛剛被嚇個半死的怨恨 去死吧小青蛙 雖然我跟你 無緣無仇但是 為了劇情的發展 你要去死吧 小青蛙硬把它塞進去 沒有了吧 小青蛙突然在我背後 對不起了小青蛙 紅貓的雕像 等一下不要無視我啦 好啦好啦存檔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魔女之家的實況 我們就到這邊暫時先結束了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進行接下來解禮的部分 我只覺得我只玩第一天我就被嚇得身心俱疲 我現在整個手在冒汗 好累喔還是去睡覺好了 我們再晚安啦 大家看到了 我今天不知道 我會不會抽到 什麼時候 我一定要辭新一張 我今天看了